502 乘七其实在小学的数学的一个运算 乘七就是两个数字相乘的结果嘛 一个是乘数,一个是被乘数 前面是乘数吧,后面是被乘数吧 是吗?不重要啦,我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有时候自己搞混了 比如说 A 乘 B 等于 C 好了 A 应该是乘数吧 还是 A 是被乘数? B 是乘数? 好了,你不知道就算 前面是被,所以A 是被乘数 后面是乘数 两个相乘的结果,乘七就是 C 了 所以他的结果,乘七就是要叫你把 C 给 出来 所以很简单嘛 所以这一题的话,就是输入多少?输入 56 被乘数 乘上乘数 11 得到的结果 616 这样子 很简单,其实答案只有三行 所以乘数怎么写? 就是这样子 A 等于 Input 一定要转成整数的 B 等于 Input 写入 A 的结果 写入 A 乘 B 的结果 所以你看一下 它要输入两个数字 56 11 所以我们就是执行之后的话 然后就是在这里下打 56 Enter 11 Enter 11 Enter 616 对不对 对了 第五类有没有搞错? 第五类是这样子吗? 太简单了吧? 这简直是小看我们的实力吗? 不过跟各位讲,这边的重点是 它其实 逻辑很简单,但是它有要求 就是你要把它改写成制定函数 制定函数 还记得吧,我前面有一个直数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在上面多一个叫 DEF 的一个 Function 然后如果你要计算的话 你必须要把计算的过程丢到那个 Function 里面 然后把结果Return 回来 OK,所以 这边其实 逻辑很简单 但是它就是要把它弄复杂 然后变成制定函数 需要第1个 你要制定函数 第2个 你要把结果Return 回来做输出 OK,那怎么Return 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第1个要怎么改? 而且它有要求 它说什么呢? 你一定要什么呢? 名为 Compute X 跟 Y 哦 然后把这个 X 跟 Y 的成绩 Return 回来 所以特别注意 那我们要怎么做 Compute 所以第1个 这 Compute 刮乎 XY 那你可以把它 Ctrl C 或者你把它记得 第一步 第一步呢 请你在这个 B 行的地方 Enter 一下 上面加一个 D F 空一格 名称叫 Compute 然后呢 有没有 刮乎里面要两个参数 一个叫 X 一个叫 Y 然后 Enter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要在上面增加一个 叫 Compute 的一个 Function 它就考你会不会自己函数了 OK 然后呢 你就要把 A 跟 B 传给 X 跟 Y 把这个 S 跟 Y 就是 A 传到 X B 传到 Y 然后呢 在这边做计算 也许呢 你可以增加一个叫 A 跟 S 等于什么呢 X 乘 Y 然后呢 再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结果 Return 回来 所以呢 Return 你打一个 Re Return 把它出来 这边有 Return Return 什么呢 Return A 跟 S 意思就是什么呢 你要把这个 N S 帮我丢回来 那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去呼叫这个 Function 特别注意 本来是 A 乘 B 这么简单的事情 不过它必须丢给 Compute 然后把结果 Return 回来 所以特别之后 如果你要呼叫它的话 记得一一把这个 Compute 的这个名称 包含括弧先 复制到 这个 Printer 后面 里面 OK 然后把什么呢 把 X 改成 A Y 改成 B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OK 它的逻辑量就是 当你输入到 A 输入到 B 两个变数嘛 然后呢我把 A 的值跟 B 的值 就是 56 传给 X 所以 X 里面呢 它就变 56 B 的话呢就放 11 Y 里面就放 11 那 A 跟 B 是两个变数 那 A 跟 B 是两个变数 X 跟 Y 是两个参数 因为我带入到 B 是两个变数 所以它会把计算到的结果 616 直接 RETURN 到哪里? RETURN 到你现在 Print 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 Compute 的结果里面会 616 那可以懂的意思啦 OK 其实 它其实主要是要考你会不会改写啦 OK 它不是说 要故意把这个本来简单的东西变复杂 那你想说老师那干嘛这样啊 本来很简单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你那个程式 假如说 底下会有很多 就是会经常重复会用到的 比如说你要可能要做这个计算 如果你不会置立函数 你变成你要写很多重复的层次 但是如果你置立函数之后的话 你就不用重复写 你就直接呼叫就好了 得到结果就好了 OK 所以你可以把某些计算 独立出一个置立函数 然后以后的话我就呼叫 就像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叫做 判断直数吧 那判断直数这件事情 如果你每一次都要重写 太浪费死 所以你可以把它写成一个Function 以后的话我就丢一个数字给它 它Return给我就是2跟4就好了 4跟不是 我再把结果print出来就好了 我就不用每次都判断 有没有就像说现在影像辨识好了 车牌辨识 我只要丢一个图档给它 它Return给我什么 给我一个文字就好了 它的车牌就好了 这样我就很方便 就是变成说 那一段程式我不用知道了 所以其实那个Function有些时候 别人写好了 你如果会用的话就好了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最后写完了知心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输入段 输入56 56 Enter 11 结果616 这样OK了 是 对 是 对 对 可以啊 其实这边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A跟B 对 对 底下的话要改A跟B 不是跟各位讲 这样比较容易混淆 为什么 因为那个A跟B 虽然都A跟B 但是这边是变数 这边是参数哦 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哦 OK 所以理论上还是叫X跟Y好了 比较不会混淆 其实我本来好像叫S跟Y 那干脆我把它改过好了 也许云单上的程式哦 还是 叫 这个叫X跟Y好了 所以这个也是X 那个位阶 那个位阶是那个位阶的东西 所以它只是X跟Y 只是一个形式啦 我还是用X 可以啦可以 只是说 那就是 怕会混淆啦 所以我是尽量 当然未来你们用同样名称是可以 因为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 不用修改太多层次 对对对 很直接 就怕说你不知道说 其实有同学问过说 老师为什么都叫A 都叫B 是一样的东西吗 是吗 不是哦 OK 好 反正有概念就好了 OK 真的了解哦 不要用混的哦 那有些同学说 啊 这样就好了 反正可以跑就可以了 所以有些工程师哦 层次跑出来了 就好了 啊 错 错了再去改 就改到最后 你就Google 随便找 然后随便贴一些层次 也不知道为什么 随便就可以跑了 好了 可以跑就好了 反正可以交界 客户那边没有问题就好了 但问题这也不是真的 是好方法啦 好 OK 那底下的话呢 第504哦 跟那个502蛮像的 所以我们 这次方计算 啊 什么叫次方计算 你会发现哦 502跟504差别 就是说一个是乘七 两个相乘 一个是A的几次方 所以哦 也就是a的b次方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就加个乘号就好 所以这一题干脆504顺便讲一下 它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差别 只有把a跟b中间 所以做法都一模一样 所以什么呢 14的三次方 得到2744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讲 假如504的话 就是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x乘y 乘乘y 所以如果我把它执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假如说 我输入的是 14的三次方 得到2744 如果对的话 那表示OK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504 其实做法跟503 基本上雷同 只有差这个x 本来x乘y 那改成x乘乘y就可以了 OK 试试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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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